八月初舒拉颱風重創花蓮秀林鄉 河中河仁兩個部落 導致部分戶數的土地所有權狀 遭到土石流掩埋或是衝走 花蓮縣政府地震處 為了解決民眾無權狀的困境 成立災區行動窗口 日前協同所轄登記機關 花蓮地震事務所前往災區 受理居民土地所有權狀流失 補發事宜 總共有十七人 申請要補發十七筆的土地所有權狀 受災會有十七筆 十七筆土地的權狀 面詩 總共就是寫切結書而已 就是以最簡單的方式 讓民眾得到最大的便利性 以切結書的方式來完成權狀流失 補發申請 目前補發所有權狀 作業程序已經完成 花蓮縣政府 在十月二日上午在秀林鄉 和平春辦公事發放權狀 拿到權狀的民眾開心地說 有所有權狀可以開始重建房屋了 這次秀林鄉和平區災區災民的權力書狀補給 是免繳納書狀費及書狀公本費 不過因為颱風居民土地流失 建物全島申請滅失登記 地震事務所也將免費進行土地負帳及建物勘察的作業 希望減輕災區民眾的負擔 不過蘇拉颱風至今兩個月的時間 災民以工代正清理家園 有人專門負責清掃工作 雖然政府在全毀跟半毀的家園都有補助 不過居民感嘆 因為家當所有都被掩埋了 又沒有穩定的工作 現在根本沒有錢可以買家具 經過將近兩個月的整理 原本滿村的土石都已經被清除 河中部落的重建工作目前還在持續進行 居民擔心土石流再次衝進屋內 所以現在家家戶戶都在房屋四周築圍牆 就是希望若真的不幸再有土石流侵襲 損失能降到最低 接著改造花蓮秀林採訪報導